这位叫帝国飞杀的球友说 反手击球的时候老是出台 发不上力 出台呢主要是有几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你的这个用力方向是有问题的 你可能没有一个对弧线的控制你的动作 你可能只是撞击的比较多 那其实反手啊不管是波斯拉 对吧 它都要有摩擦 包括反手波球都要带点摩擦 才会更稳定 再一个你的用力方向 包括你的挥拍动作 应该是一个半弧形的 不管是波球还是拉球啊 它是一个半弧形的这么一个挥拍的轨迹 还有一点啊 反着波球容易出台或者说发不上力 很多情况下是被球顶住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更好的把这个动作引开 因为你反手不向正手 可以向一侧把手臂拉开 那反手是在生前击球 那就我们要注意去调整我们身体和球台 包括身体和球之间的这种空间位置 你只有把这个空间位置让出来了 你才能更好的去进行引拍和挥拍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反手技术时候 身体重心啊稍微的往前压低一点 要把我们这个付钱的这个空间留出来 所以要稍微的收点负弯点腰 手臂呢可以向身体内收多一点 手臂可以多弯曲一点 手腕啊手腕多弯曲一点 向身体内收多一点 然后在引拍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球你感觉比较长 是吧 你尽量的用小的垫步 或者小的后跳步 来调整身体的位置 把身前差不多流出 30公分的这种距离出来 你才能更好的进行击球 对不起 你一眼前辆的这种距离